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為後來佛教徒的這個主要的這種傳播者主要構成的知識份子 那知識份子比如說像在中國也是 就覺得這種經典是屬於小成的經典 不必要學 所以就慢慢把這種經典就遺忘了 大家就不談 那我們就一直有在做這個的複習跟翻譯的工作 比如說如果你有加入這個覺醒365的話 每天會分享的一篇感言集 就是從這個法劇情裡面白話翻譯出來 諸如此 就我們一直持續有在做這個工作 所以像我們就按照這樣 就是說在文獻裡面有記錄以前印度大師們 他們是如何去表解佛法 這些東西我們就把它歸納成一個叫 就在編輯成聖名 這樣 那有一些已經編輯出來了 包括你們現在所要拿的寶藏 這個法杖是已經確定 那寶藏的部分呢 還在不停的去整理它 因為那個內容非常龐大 幾十萬字 有一個最好的油門 然後 在編輯出來了 走 有一個問題 就你拿來 你拿來 有一個問題 你拿去 我拿來 你拿來 你拿去 你拿去 我拿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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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